這是第一段清除,這個第一個清除是它只有清除一列的 底下這邊的話就是加上回圈的 4i的這個 4i等於第2到第101 OK 然後一樣就是把這個i把它改成 這個本來2改成i就可以了 就這樣子 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輸出公式 其實輸出公式跟清除有點類似 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 主要就是說在這個雙銀號裡面 清除是完全不放任何東西 那上面的話呢這個有沒有 是把公式放進來 這樣就OK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的話 還需要注意幾件事情 輸出公式的話 我把那個 這個 其實你上面這個門號公式 最簡單的方法 其實你會發現 跟清除幾乎一樣 差別只有 雙銀號裡面 一個是 完全沒放東西 一個是有放東西 所以聰明 的 方法就是 把這一串有沒有 複製 貼到這裡來就好了 在這邊加 OK加什麼呢 因為我今天的需求是什麼 我希望我剛剛是清除 所以這邊就清掉了 所以這邊就清掉了 那再來的話我希望什麼 再把公式丟進來 公式 剛剛把它清掉了 不過前面這邊還有嘛 所以我就直接找第一個 那 把 特別主要 郵標放在資料編輯列裡面 把它複製 那其實主要是 把這一串公式怎麼樣 複製 貼到那個 雙銀號裡面去 就OK了 這樣應該可以理解吧 但是有兩個地方要改 記得就是那兩個地方 哪兩個地方 第一個地方 你有沒有發現 在那個VPA裡面有雙銀號 放東西 可是問題來了 這邊有雙銀號 那它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因為VPA本身有雙銀號 它是把它當一串 文字 的意思 可是喔如果你這一串 這個公式放進去的話 那這邊也是雙銀號 它會怎麼樣 它會confuse 它會想說 到底你這個公式裡面雙銀號 是給VPA用的呢 還是給將來你要輸出公式用的 它會認不得 所以喔如果你假設啦 假設我們直接這樣貼的話 它會出現一個問題 所以喔我如果 什麼都沒改的話 直接貼 特別喔 貼之前還有一件事情要注意 你等一下點下去 奇怪為什麼它沒辦法點 好像當機的這種狀態 為什麼 因為喔 我們的優標還停在這裡面 所以記得喔你複製完之後喔 記得請你按一下取消 它才會彈到外面 不然的話喔如果假設這個時候呢 你去切到Visual Basic啦 你會點不下 這個時候就可以點了 剛剛因為不能 如果把它直接貼啦 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一開喔 它會出現說 編譯錯誤 乘數是結尾 什麼叫結尾 因為理論上喔 有一個雙銀號 就會有一個 結束的雙銀號 那變成說其實它 基本上這樣 它的開頭在這裡 結束在這裡 這裡面的雙銀號其實 不關VBA 使用 所以喔 怎麼辦呢 這個其實跟各位講有個規則啦 其實喔 如果 原來的 VBA這雙銀號不管它 裡面的這一串公司喔如果有雙銀號的話 請記得喔 請你把一個雙銀號 變成 兩個雙銀號 就可以了 反正以後它看到兩個雙銀號 這個表示你要輸出公式用的 那我就 不管了 所以喔我們需要怎麼做 這樣啦 就是喔 確定之後 切上去之後有沒有 以前的做法這樣喔 那我就這樣 看到第一個 就加 一個 看到第二個 再加一個 看到第三個 再加 但是喔這樣一個缺點 就是很容易少加 很容易加錯 所以教各位一個訣竅 什麼訣竅呢 就是喔 以後呢 如果你要貼到這邊來喔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喔你可以 我的習慣是找那個附屬應用程式裡面的那個記事本 找記事本幹嘛 把公式先貼過來 然後呢 然後呢因為我的規則是一個變兩個嘛 後來我發現了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因為以前常常這樣自己都在手動改 第一個改很久 第二個很容易 改錯 會漏掉 哪怕你再怎麼小心 都會出錯 後來我發現有一招喔 最簡單的方法 編輯什麼 取代 把一個 變兩個 我發現用這一招喔 好處是第一個很快 第二個 絕對不會錯 好 所以呢你把它取代喔 你會發現一個就變兩個啦 而且保證不會錯 然後你把它關掉 再把它這一串東西 複製到 剛剛的這邊喔 所以我剛剛就先不要貼 我剛剛只是跟各位講一下這個會出錯 然後把它貼到 這個雙引號裡面 這樣子 就 不會出錯了 OK喔 所以其實記事本還蠻好用的 貼過去有沒有 記得編輯取代 把一個 一個取代成兩個 這樣就OK了 再貼過去 貼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執行 看會不會OK呢 貼過來我們先 我應該是執行這一段喔 然後呢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有沒有東西 有東西 範圍對不對 範圍也對 但是 有個地方不對 什麼 這邊為什麼 這個 這個 這個全部都是2呢 這個也是2喔 其實主要原因在這裡啦 就是我們貼的時候有沒有 這邊裡面都是2嘛 F2嘛 G2嘛 H2嘛 那你貼過去你沒有變啊 那當然它就會全部都是2啊 所以我們需要什麼 把它這個數字 可以隨著i 有沒有 如果i等於2它就放2 i等於3它就放3 有沒有 跟著變就好了 但是喔 事情沒有那麼簡單喔 你想說老師我是不是很簡單 我就直接把 這個2改成i嗎 其實沒那麼簡單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把它改成 i的話 那你執行 你會發現 這公司應該就出錯了 因為沒有FI這種東西 它看不懂 NAM有問題 因為你丟過去的話 變成FI了 為什麼 因為呢 如果你直接打一個i上去 那就是i的文字喔 那i本身是個 變數喔 所以你不能直接把它放到那個位置 那你要怎麼放 跟各位講喔 有一個技巧 所以 第二個部分要注意喔 剛剛第一個部分是 要把一個雙引號變兩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什麼 要把那個i怎麼放到 列號的位置 那這個方法說真的 它的概念這樣喔 就是呢 你必須把這個文字串 這個字串有沒有 切開來之後 所以喔 概念這樣 它本來是一個完整的字串 我把它切開來之後 然後呢 把i放進來 中間一定要加m的符號 把i串在中間 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可是跟各位講喔 我每次敘述到這裡喔 同學腦袋都打結了 因為 這個好難喔 所以我教各位啦 你們如果實在是不太懂 到底 這什麼意思喔 我是先教各位一個口訣 你就先把口訣先背下來好了 以後反正遇到這種狀況 你就 先用口訣做 保證你不會 怎麼做喔 一 先找到列號 比如說f2對不對 然後先切開來 怎麼切呢 先兩個雙頁號 移到中間 然後把它串起來的話 兩個and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呢 and特別注意 在VBA裡面 and前後要空白 好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把i 串在 這個字串當中 OK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我再做一次 如果你實在是 還不太了解 因為之前有同學 我去講完了 他還是不太懂 然後直到好像快要其中了 有一天突然說 老師我終於知道 是什麼意思 所以我想說 你們應該會需要一點時間 慢慢思考一下 其實也沒那麼複雜 反正是把i放進來就對了 OK 如果你實在是 一下子沒辦法翻譯啦 你就記口訣算了 我覺得這個口訣還蠻簡單的 先找到列號選取 兩個雙頁號移到中間 兩個and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i 然後把and前後空白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也是一樣 兩個雙頁號移到中間 and兩個移到中間 加一個i 所以應該是 雙頁號乘2 and乘2 都移到中間 加一個i 然後呢 最後一個步驟 and 前後 加空白 就可以了 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 and前後要加空白 沒辦法 VBA規則就這樣 這是要規則 規則不是我定的 所以我們 只能夠 把它規則記起來就對了 OK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 輸出公式 這一招其實還蠻好用的 為什麼 因為以後如果你要把你本來寫的公式 結合VBA的話 用這一招是最簡單的 有沒有 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 做好了 然後執行 執行的話呢 我們就把 我習慣是把VBA這個視窗稍微縮小 然後這樣看 這樣看比較清楚 執行的話就直接按這個執行 有沒有這個就出來了 清除 清除就出來了 有沒有 就OK了 所以我再把重點 回顧一下 一 把清除的這個資料 有沒有 把它複製 貼到門號公司這裡 二 把那個公式先貼到 記事本裡面 用編輯取代 有沒有 一個變兩個 取代完之後的話呢 把它這個公式 再貼到 這個裡面來 有沒有 然後再把這個 F2 G2 H2 這裡面的話呢 就是 兩個 雙引號 兩個and 然後呢 加一個i 放中間 然後空白 另外幾個 如果想 就是 偷懶的話 雙引號到雙引號 複製貼過來這邊也可以啦 這樣也是一招 但是記得很小心喔 特別之后 差一個空白呀 差一個什麼都不行錯 做錯的話 那就會 執行會出錯 如果你假設 出錯的話 請各位執行再比對一下 剛剛 寫的就這一串 OK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那這個方法的話 就是可以讓我們 以後如果說你想要把 你本來寫好 已經 寫完的 寫好的 Essal裡面的公式 要 讓他在VVA裡面被執行的話 那這一招應該是最簡單的 馬上可以把 Essal公式 變成VVA OK 那你說跟錄製聚集有什麼不一樣呢 錄製聚集 相對彈性比較小 因為這個程式是你自己寫的 所以以後的話你可以 再去做延伸 再去增加程式都不會有問題 OK所以請各位試試看